政府盲腸地,佛都有火,憎哩哭了 這裏是位於東沖河上游 石門甲的波野蟬市 有六十多年歷史 現在有十七個僧人住 仙信有五百人 原本佛門清淨地,與世無爭 但政府的東沖擴展工程計劃 就將蟬市列入五倍地積比的發展範圍 在蟬市前起四十層高的住宅 沒有通知過,沒有清水外意見 後來畫了這裏後 為何會這樣給他電話 他原來才能看到 以前這裏很小,如果很小 他都不知道,可能是得了 住持說,他們寄過一百六十三封反對信 都沒有回音 批評在之前起高樓大廈 是因為佛教精神 那些善信已經被返回給師傅 我們一定要揮到底 甚至付錢我們不會要的 尖地兩公頃的蟬市 那些地大部分屬於弟子 其他是私人地利 負責管理蟬市的佛教導航精舍 在2003年計劃在蟬市附近 喜安路縣和綜合大樓回饋社會 怎知東聰擴展計劃一出 他這個善舉便要叫停 面對蟬市前途受威脅 蟬市的僧人和七十多個善信 去公眾諮詢會齊齊表達不滿 出街人在寺院每天神蹤無鼓 敲打唱頌 從古至今每天的運作都是這樣 規劃署明知蟬市存在在先 但是依然規劃準備在蟬市的周邊 興建五倍密度地積比率的住宅 造就了日後的衝突和矛盾 根本就是將一個計時炸彈 埋藏在蟬市和市民中間 有珍妮更加忍不住哭 其實誰知道珍妮 東涌居民都批評區內欠缺就業配套 連他都罕有現身批評交通問題 還說東涌擴展前 政府要改善區內教育問題 這麼多藥填海工程加上千多公平 我們的海洋已經破壞了體無緣夫 是不是真的要每個項目都去完 可不可以選一些項目不去呢 面對一面倒的反對聲音 規劃處只是說會慎重考慮各方意見 我